原本在年轻的慕容姐弟心目中 北梁王只是一个空洞的称呼 在遥不可及的边境北梁 身后是茫茫多的铁骑 三十万 他们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个数字 如此一个被私下称作二皇帝的大藩王 应该是跺一跺脚 就能让王朝晃三晃的恐怖枭雄 只不过原本与他们毫无关系 直到当慕容吴竹和慕容同皇到了王府 入住吴童院 借着世子殿下的东风 数次与人图在一张桌子上进餐 虽然从未胆敢证实 但似乎觉得这位徐大将军 也不是如何喜怒无常的老人 相反在世子殿下面前好说话得很 连他们都看得出来北梁王府 说话最管用的不是这位藩王 而是他的嫡长子徐凤年 不说慕容吴竹想不明白 连慕容同皇都一头雾水 只好战战兢兢在梧桐院里住下 既然是寄人篱下 就该有事事小心谨慎的觉悟 姐弟二人很少出院散心 索性院子里什么都不缺 琴棋书画诗书古藏 都是价值连城 不过院子里那些个称呼古怪的丫鬟们 都没给什么好脸色 大丫鬟红薯还好 比较和蔼和气 黄瓜绿以这几个二等丫鬟都横眉竖眼 让慕容吴竹胆战心惊 所谓宰相门房三品官 王侯管是赛俊首 他如何能不怕 不过慕容同皇要相对硬气一些 与丫鬟借琴借书什么的 都理直气壮 让慕容吴竹如是重负的 是一名青州女子的到来 也住在梧桐院里 据说这个名叫陆承燕的青州女子 出身士族高门 家里老祖宗是王朝上驻国 父亲陆东江也已是一郡郡首 他带来了一名众童儿的年轻仆役进府 后来与世子殿下见面后 那个常有诡异众童儿的年轻人 就去了边境 这些小道消息 在梧桐院流传得很快 但也仅限于在这个院子流传 若说慕容姐弟 多少有些争不起躲得起的味道 那么这个一流豪法里出来女子 就与那些丫鬟们争锋相对了 性子刚烈的丫鬟 黄瓜就总阴阳怪气 说些纠战凤潮的怪话 世子殿下在时 女子们还算 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等世子殿下一出门 天就变了 一屋子 女人 各个膳使杀人不见血的冷刀子 似乎比几百饼 飞剑来来往往还要厉害 慕容无主很佩服那个陆承燕 几次怯生生远远旁观 听着她说话柔生细气 却能让人憋死 听说她以后 可能会是世子 殿下的首位 侧妃 慕容无竹心想 也就只有这般聪慧伶俐 且无所畏惧的女子 才配得上北梁侧妃 北梁王独自一人 走进了梧桐院 丫鬟们除了红薯上前师傅行礼 其余女子都远远站着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也是老规矩了 红薯也为一路陪伴 对他们而言 想在梧桐院活得舒服 最紧要的不是做什么 而是不去做什么 徐霄便直接去了 世子殿下的房间 也不坐下 走走停停 看似是帮着收拢一些小物件 屋子实在宽敞 光线也好 以至于摆满了琳琅满目的 奇珍玩物都不显低色 黄昏里 临窗的书案上铺满了 暮色余灰 泛着温暖的淡黄色 徐霄伸出不满老茧的手 在书案边缘缓缓滑过 停下后 许久没有动静 似乎想起什么 轻轻笑了笑 缩回手 双手插袖 面朝窗口 视线由窗外 投向墙外 徐霄转身望着 停停玉立于门口的陆家丫头 招手笑道 程燕来了呀 进来坐着说话 陪伯伯说说话 陆东燕进了屋子 等徐霄坐下后 才捡了条 秀邓略险居锦坐着 徐霄笑咪咪道 伯伯是忙碌命 这段时日招待不周 回去可别跟陆祝国 编排伯伯的不是啊 陆东燕摇头笑道 不会的 徐霄哈哈大笑 顿了一顿 陷入回忆 感慨道 记得我第一次进京面圣 便是陆老上梳理闲下事 带着我这个年轻武夫 一同去金鸾殿 算是一起走的那段路 那会儿我还觉得内闷呢 一位堂堂正二品的吏部尚书 怎么就乐意 跟一个才刚霍熏的 从六品小五官并肩而行 不嫌掉价吗 现在徐伯伯算是懂了 早听说上驻国董 一些衬尾青囊 看来就是在等现在这一天啊 我当时要知道 肯定要壮着胆子 付匪一生老狐狸 才知道有这么一段 香火情的陆东燕民嘴一笑 眼神纯彻 没有流露出太多敬畏和好奇 徐湘宇气淡了些 说道 徐伯伯在北梁 这边也听说了一些 你这妮子才一脚到北梁 文太乙红灵书 这两老家伙 就在京城那里鼓噪了 记得 承宴你小时候 可没少去 他们两家串门走户吧 两老头 真是一点不念旧情 老的七父 不过就七父小的 活了一大把年纪 越活越回去 这些年轻周 要不是陆祝国撑着大局 别说闭眼而使坏 早就谈不上什么青党了 不过话说回来 自家人不说客气话 老尚书如果再咬牙撑着 虽说青党还能续命个几年 可你们陆家 就要被温宏给压得死死 老尚书若非对一手造就的青党彻底死心 绝不会让你来北梁 如此一来 青党已经断了谨剩的一口气 陆成艳小声道 老祖宗说过他这个岁数 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是时候为子孙谋福了 徐霄终于有了笑意 点头道 我就喜欢老尚书 做实证人说实证话 说心里话 伯伯对青党一直没太大恶感 要明要立要权要官 直来直往 什么是什么人都往秤上丢 秤出多少金两 就买卖多少钱 绝不含糊 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 其实还来得不费心思 温宏良老不死 在京城跟张巨鹿 顾剑躺好的没学到皮毛 坏的倒是学得十足 本来青党就没拿得出手的 辅证人才和经纬策略 不抱团的青党哪里 惊得起别人几下子 闹腾 散心就要散架 可惜了 陆成燕自然不敢大话 徐霄自嘲道 跟你说 这些做什么 伯伯本来是想跟你拉拉家常的 哎 这人一老 就老糊涂 陆成燕眨了眨眼睛 轻柔说道 徐伯伯 你给我说说 世子殿下小时候的事儿吧 徐霄做了个挥手的隐晦动作 却不是拒绝陆家丫头的提议 而是退去隐匿的死事 这才对陆成燕微笑说道 这一说 可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停歇了 陆成燕笑容灿烂道 等到徐伯伯说累了为止 徐霄招了招手 显然心情极好 笑道 来来来 坐近了说 伯伯就喜欢唠叨这个 凤年在的时候 他不让说 伯伯往日里也找不到肯真心实意 听这些的 凑巧抓到你这妮子 正好正好 时光流逝 陆成燕这才知道 徐伯伯其实是一个很健谈的老人 说起世子殿下而食的去世糗事 灰白相见的稀疏眉宇间 满是溺爱和自豪 这时候的徐伯伯与自己家里的慈祥老祖宗并无两样 说起眼中出息的子孙 都舍不得用中了语气 期间 大丫鬟 红薯端了食盒进来 装满了精致糕点与解渴的瓜果 老人谈到兴头上 毫无架子可言 几次亲手给陆成燕包了田干 世子殿下的住处夜间照明并非兰高明竹 屋子里房梁上有许多玄妙机关 不知红薯如何动作 便露出许多镶嵌其中的夜明珠 屋内亮堂如白昼无意 关键是光芒柔和 长久身在其中 也不会让人感到刺眼疲惫 陆成燕没在北梁王府 见识到世人想象中忠名鼎时 那种寻常的豪奢 却在无数细节里 见识到了北梁的底蕴和气魄 直到红薯递过来一个 秀宫华美的容垫子 陆成燕见到这名 异等丫鬟眼中的暖意 以及风于美人那微翘的嘴角 直到自己这一刻 才算勉强融入了梧桐院 天色渐浓 徐霄终于站起身 不要露成燕相送 静止走出了屋子 到院子时 喊了声红薯 两人一同走向院门口 徐霄平淡道 本意是让你跟凤年一起去的 好有个体挤人照应 不过一来他不答应 二来这院子缺了你不行 红薯柔柔道 轻鸟 徐霄与气里有一丝无奈 笑道 这死心眼丫头 跪了一宿 等我点头 拿着刹那枪 就出去闯了 我到现在 都不敢跟凤年说这一茬 生怕被骂个狗血喷头 红薯笑了笑 梧桐院里的丫鬟 属他与身前这位北梁王 最说的上话 除了父子再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妃留下的死士 徐霄轻轻叹息道 知狐走了以后 你倒是像凤年的姐姐了 红薯正要说话 徐霄白白手道 你与陆家丫头是一路人 以后多关照他 北梁的水土跟青州完全不同 再聪明的女子 一时半会也适应不过来 总不能把好好一颗青州牡丹 移栽在北梁土地里 咱们就这么撒手不管了 不过你记住 过些日子 你传给消息给他 就说那重同而死了 看看他的反应 若是这一关过了 你再与楚露山一起着手准备 他嫁入徐家的事情 若是没过关 就当他没有作册王妃的命 红薯点了点头 徐霄走到院门口 笑问道 你说今日本王与他一席谈话 他接下来 时日式恃宠而骄 还是宠辱不惊 你是女子 更懂女子心思 红薯犹豫了一下 摇头道 奴婢不敢妄言 徐霄也不为难 这名梧桐院大丫鬟 独自走出院子 梧桐院里的陆承燕 明明应该满心欢喜 实则手脚冰凉 连他自己都不懂为何如此 徐霄来到厅潮湖散心 见到湖心亭中 坐着静安王妃陪南伟 还有按照他吩咐 与这名王朝郑王妃 形影不离的书修 两女相隔十余不距离 书修的职责 只是观察陪王妃的言行举止 对于真正高超的义容来说 行似是术 神似是法 术法合一 才算大功告成 裴南伟的嬉笑 称怒痴 一皱眉一抿嘴 一愣一惊 书修都要记在脑海 其先裴南伟 很反感 这名北梁护从的丁梢官魔 只不过书修恨不得 裴王妃真情流露越多越好 他才不计较裴南伟 是否记恨恼怒 到了北梁王府 你一个静安王妃 算啥子的王妃 后来裴南伟干脆 就彻底无视书修 不知为何 到了这座朝廷和江湖 都忌惮的殷僧王府 他反而真正安下心来 住在一间临湖雅园 世子殿下心思细腻 专门让人弄来几亩鲁尾 打开窗户便可赏景 虽比不得相反城外的 鲁尾档一望无银 让故作镇静冷淡的裴南伟 旨在眉梢透露出几分喜庆 鲁尾档再大 终归不是他的 北梁王府这几亩鲁尾 再小 那世子殿下名言都是他的 徐霄走入胡心亭 书修已经默默下跪 裴南伟赶紧起身失伏 轻声道 民女参见徐大将军 无需多礼 徐霄打趣道 你跟那娘娘腔的照横 本王看来的颠倒个 你做静安王 他来做静安王妃 裴南伟一脸苦涩 徐霄没有坐下 说道裴南伟 以后你进出府没有限制 裴南伟下一时又起身行礼 恭敬道 谢大将军恩典 徐霄笑了笑 走出亭子 嘀咕道 你这儿媳妇 推多规矩了 裴南伟一脸愕然 随即翘脸战红 书修眼神艳羡的紧 徐霄曼悠悠夺步回到自己房间 除了膝下二子二女 这里绝对不会有任何外人踏入 就算是陈之豹这几位义子 有事禀报 也只是在院中门外出生 在一同前往附近的一座 义士阁书房商谈军机要事 院中只有一株枇杷树 夜幕中 徐霄站在树下 正正出神 回到并不宽敞奢华的屋内 简单朴素 外屋有两只衣架 徐霄弯腰从桌底拉出一只箱子 打开以后并非什么奇珍异宝 而是满满一箱子的布鞋 徐霄拿出一双缝到一半的厚底布鞋 和针线盒 点燃蜡烛后 贤熟咬了咬针头 手指缠上丝线 开始缝鞋 不远处 两架一架 架着一套将军甲 一件北梁网网袍 窗外 亭有枇杷树 无妻死之年 所守之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 未经许之为 宝石前 未经许之为